今天天气非常好 今天是拍摄第一天 再过一个半小时 我就要在夏日上开始拍摄了 现在是九点钟 待会十点十分出发 十点半到那里 昨天首先跟导师做了一下 那个录制 这几天一直在听 关于在美国博士的华人的一些视频 发现很多人退学 就各种原因嘛 有一些是压力 有一些是觉得就不值得 因为他这个成功率并不高 然后这种压力非常大 所以就有那么多人退学 当然也有成功毕业的 那就是各种人吧 各种情况 所以我这个角色 这个棋他的情况也不一样 还有昨天跟那个顾问聊了点 把我有的几个问题也问了一下 也蛮有意思的 得到了回答 挺好的 今天我会有香港式的温托 你不是刚才买的吗 对不起 你买的吗 哦 昨天是跟美国博士的 对 昨天是你的最爱的 我希望这也是你的最爱的 哦 这就是我的最爱的 因为我没有吃鲜 但是这个是 哦 你没有吃鲜 这个是最爱的 这个是最爱的 哦 最爱的 好 我想尝试 对 你可以尝试 那是今天 是的 我们做的 谢谢 您好吗 谢谢 您好吗 这个赛车活动也正在布置当中 看这些设备啊 医疗 救护的一些车 都往里面开了 这收拾好了 打了Uber 还要六分钟 Uber就过来 不知道哪里的 不是福州 福州 哦 对 很多福州人说 投键 嗯 小学生 加哥也算是蛮多的了 哦 也蛮多 约是最多的 哦 你小孩在国内 你在这边 对 小孩就不想过来 不想过来 这几天国内不好 所以你又想过来 啊 又想过来 那挺好啊 两边都可以走 呵呵 我又来到了我的家 刚到这边 然后他们在楼上忙 所以今天第一场戏的话是拍客厅 呃 所以这边暂时就空着 我为了不是影响他们工作 他们忙来忙去走来走去 所以我就待在这里 也比较安静 我 你看这还有一些道具 一些这种专业的书 呃 可以看一下 待会我再写写那些公式 哦 还有这边 这边 你看这些是我学的 和 呃 研究的东西 哇 这些 你看这些公式 我感觉太陌生太复杂了 我感觉太陌生太复杂了 我要学着去写一写 他学的专业叫做 cosmochemistry 这种书里面很有意思啊 有一个漫画 下一个人 对啊 老师在做实验 然后 他在做实验看 这个挺难的 挺复杂挺危险的 然后所有的学生 最后都跑到后面去了 诶 怎么都跑到后面去了 我还把这些衣服的衣服 和衣服的衣服 在下面的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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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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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我们的换� constant 看一谈 notified 这把和我先中的换柠棄 这下联系的关系 扇猜 onu最深的顿 。让我们来到谈慈 。我们来到谈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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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Gabers Gabers time What's that? Where's G&E? I don't care Um,Michael Thank you Thank you 請問一下 很久不見 是嗎? 多久不見 這個來看 這個來看 對 我們要把這個去去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什麼 這個來看 明天我们还有同样一个厚 但是 是白天的 然后 这边拍完了 所以加州 加州没那么冷 广东人也是不怕冷 这里住了 没有喝过酒 因为没有喝过酒 因为你去其他地方是没有人懂 今天第一天拍摄已经完成了 然后回到酒店了 现在是9点28分 今天的话总体来说 戏也比较简单 不是重头戏嘛 重头戏都在后面 所以就比较轻松 然后戏也不算很多 就是在我地下室的几场戏 一场戏是在客厅里面 接着就是在我的房间里面 他追上来问我的事情 然后最后一场戏是 我受伤了 然后昏睡过去后来醒来 醒来之后的一场戏 最后还拍了一点点就是在厨房做清洁的一个戏 就比较简单 然后明天的话就是去拍实验室的戏 上午 然后下午又回到那个apartment拍跟国内的老婆打电话的一场戏 那个戏比较重一些 然后对这就是今天和明天的安排 然后今天的话虽然戏不重 但是反正也挺重要嘛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比较放松轻松的去完成了 就是还是比较满意 导演也满意 我自己也觉得也不错 中午吃了一个还不错的中餐 然后晚上因为太晚了嘛 在外面吃也不方便 本来也想回来跟刘博士 我的导师通过电话来那个做一下rehearsal 但是他没回我 那说明有可能他没空 没有办法进行 在Trade Joe买了这个印度的Bianney 有点像包仔饭 也有点像台山的黄扇饭这样的那种饭 就是混好了一起蒸 就我在印度吃过很多 有些还挺蛮好吃的 这个也可以 这个是素的 vegetable 我在印度待过六年 所以我对印度的东西 蛮多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也知道哪些印度的东西适合我吃 今天就凑合吃这个吧 这个叫做drive through ride 比一般的那种light要强一点 今天有两位演员跟我打戏嘛 一个是来自西雅图的 另外一位是芝加哥这边的一个台湾裔和白人混血的一个女孩 挺开心认识她们 还有什么想说呢 这几天我打Uber 昨天回来是个中国人 然后今天去的时候又是个中国人 然后回来的时候又是中国人 可能是跟我去的那个方向 那个地方是华人区有关 可能华人的司机也不少 确实数量也不少 挺有意思的 然后一路上都跟他们聊 今天回来这个是讲广东话的 还跟他聊的挺多 芝加哥华人也蛮多的吧 顺便也讲讲芝加哥 芝加哥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 是纽约洛杉矶之后 就是芝加哥第三大城市 纽约很多那个高楼嘛 芝加哥也是很多 芝加哥应该是美国排名第二最多高楼的这个城市 然后这些高楼的建筑的风格和这种特点 包括艺术方面 就是设计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 芝加哥的天际线也是比较漂亮 还有这个湖 Lake Michigan 一个超大的一个淡水湖 像个海一样 然后它风很大 所以它也叫风之城 叫这种Windy City 芝加哥也是舞台剧啊 就像纽约的Broadway一样 这边也有很多这种剧场剧院 有个很著名的 叫做 Chicago Theater 还有就是交响乐 是很出名的嘛 世界一流的 很多电影电视也是有讲芝加哥的嘛 但是就是它本身 芝加哥这个城市的那个电影工业的话 那比起纽约和洛杉矶还是要差蛮多 但还有就音乐就是布鲁斯啊 Jets 爵士啊 还有喜剧啊 叫做脱口秀啊 都是还蛮出名的 我住的一个地方 区域也是比较好 对面就是那公园 然后再过去就是湖边 就是湖 其实非常近 但是这两天我都没时间去 旁边那边就是一个 是一个博物馆 也很出名很大 我第一次来芝加哥的时候去过 我们明天拍那个实验室的戏 就在那个博物馆拍 去这么好的实验室去拍 也是非常开心 关键是没时间玩 但是芝加哥还是不错 我以前第一次来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那个河上面很多桥 Transformers有一集 第三集左右吧 很重要的一个打斗的一个场面 就是在芝加哥那个河边嘛 河边有个川普大厦 还有一个河边的公路是有两层的 上面一层下面一层漂亮 我目前我走过的这些地方都还挺好 没有很乱 因为很多城市的那个downtown是非常乱的嘛 homeless很多 然后也很脏 这边我目前走的这 我住的附近都挺好的 买东西各方面也很方便 今天早上吃的一个非常正宗 非常好吃的港式云吞面 非常好吃 然后做的非常好 才12块钱 所以我只要付2块多钱 再加小费3块 我就付了他6块钱 非常棒 一切都还挺顺利的 然后我功课也做了蛮多 这几天一直都在听 在美国读博士的一些人的采访啊 一些视频啊 他们在讲读博士的这么几年的那种情况 甚至有很多人是退学不读了 就是压力太大 确实就是压力很大 也不容易顺利毕业 或者拿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学术的一个报告啊 和一些机会 都是有比例的 你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 同时我也听了很多视频在讲 就我搜索了很多我这个课题 我研究课题的这个专业的视频 讲行星圆盘的演化 这样的一个课题 原来最早的时候太阳系 或者其他的行星 太阳系啊 或者说其他的恒星啊 它形成的过程 原来是只是一些气体和一些分子 然后后来在不断的这种变化运动的过程中 就产生这种恒星 然后再怎么围绕着产生的一个 行星的这个盘 这个圆盘 对还在学习当中 OK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明天我们接着聊 拜拜 拜拜